我刚才讲到 三德里面还有儒家的三德 他自己不叫三德 但是一般叫做三达德 达就是通达 通验 通验接众生的三种德性 佛教里面讲三德 儒家也有三德 另外有一种叫八德 宗教里面的心意和平 这个叫八德 也是三德 三达德 三达德叫智能勇 那奴家的说法是智者不惑 智慧 忍者不忧 有点像恩德 慈悲 普复一切众生 智慧 不疑惑 不迷惑 孔子四死都不惑 忍者不忧 勇者不惧 那好学 就是你要怎么样达到成为智者不惑 佛教叫做广学多文 文师修 成为智慧的方法 那你要先好学 要好学 敬呼一致 就是你可以达到智者 就是你要成为智者必须好学 要力行忍者 那就是推起己忍 我们说过 这个奴家以孔子为主 推行的都是人道 你要把孔子的道理努力去实践 立写 立写 自治人人 无求生以害人 有杀生以成人 你一生就在实践这个人道 甚至牺牲生命在所不辞 那解脱道就是要舍生 舍掉这个生命都要怎么样 要求法 类似像这样 那力行进乎了 努力去实践 那么就可以达到忍者不忧的阶段 勇者不拒 自能勇 这是善他的 就不害怕 真正的勇 从知词开始 有惭愧心 有忏悔心 就佛教讲 有两种见的 一种是不会造恶业的 一种是造恶业之后 他能够忏悔 能够改过的 这个就是勇 差不多一样 我就突然想到 我们就要有三德 好 就是一般来讲 这里讲的智德恩德断德 就成佛词道里面讲的智德恩德断德 然后有所谓大波勒心里面 有三德命藏的 法身德 波勒德 解脱德 另外 三德六位也是出自大波勒心的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念的 三德六位共佛其身的三德 好 儒家也有三德 儒家也有三德 就好像佛教有三法叫佛法身 所以道家也有三法 慈俭欠 一慈二俭 三不敢为天下欠 就欠了 欠便欠 也有三法 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稍微会同来看 好 那现在看这个法 我是突然想到了 先给大家做参考 看这个法 秋景空俱落 朽故及无人 彼岸臨前的离法离欲尊 这主要是导师综合 这个阿岸经里面 一个是杂阿岸经 一个是杂阿岸经 杂阿岸经里面有一本 他就是这个比喻 但是差不多差不多了 我们不能够 露学会可以去对道看 杂阿岸 杂阿岸 它有一本经 那這邊叫做戒毒舌僻劍 戒毒舌僻劍 僻就是僻劍 用戒 就是竹籠裡面 有毒舌的僻劍 來講這個佛法 來講這個人聲 佛說的這個法 裡面就講到 然後另外有一本叫做 重金賺雜劍 戒毒舌屁 另外一本是重金賺雜屁 重金賺雜屁肩 主要是這兩本金 當然還有參考大自治論的 然後綜合起來說 那麼導師用了這個計 好 那我們來看 來讚嘆法寶的功德 讚嘆佛寶用三個 就是恩德 治德 斷德 讚嘆法寶用了兩個PE 我們來看 他說上兩句含兩個PE要分別解說 第一個丘頸是枯頸 那麼有人在曠野散布 一不小心落在枯頸 那如果依這個經裡面說的 他是說這樣 他不是說在散布 曠野散布可能是另外質問的或是什麼哪裡 他說有一個人他因為犯了罪被國王追殺 國王追殺 他放那個像 要踏死他 就有點像後面有講 逃難的 逃避國王的罪法 你看38月地上行有沒有 有人想逃避國王的罪法 就是這樣 但是搞事是中文起來說 他是說 後來就掉到枯井裡面 虧得一手攀住井裡的枯藤 這個枯井裡面有一條藤子 這才不置落到井底 井底有四條毒蛇 就是這個井底下 有四條毒蛇 有人就根據這個畫一幅畫 有一個人攀著一條繩子 他比較有四條毒蛇 掉下去就會被四條毒蛇咬死 那這個藤子裡面有兩 他老實說是寫一隻老鼠 正在咬那枯藤 咬著咬著 咬斷了那個藤 斷了就掉到 掉到底下 就被四條毒蛇來死 那經典裡面是說 有兩隻老鼠 一隻黑的一隻白的 就在咬那個枯藤 那黑的白的就是什麼 白天跟黑夜 日夜時間這樣過 過一點一點流失 四日已過命運水減 那條疼就是你的命 命根 那根疼就是你的命根 一天一天過 白天一夜白天一夜 兩隻老鼠天天在那邊啃 導致這裡是寫一隻 那其實都一樣 就是那五場 那黑五場白五場 我們這個死了 黑五場白五場 那其實就是 就是命一點一點的流失 那正在咬那苦疼 說不定就會掉下來 咬這咬這就斷了 人就死了 人要死是很快的 要活著不容易 要死是很快 在這危急的情況下 仰頭見藤上有蜂蜜 藤上面有一棵樹 然後有一個樹 然後他攀著那個藤 那個樹上那邊有蜂蜜 那蜂蜜滴下來 那所以滴下來 他就去舍去舔那個蜂蜜 這蜂蜜好舔喔 忘記危險了 忘記老鼠正在咬那個藤 底下有四條舌 外面也有那個 也有那個動物要吃他 他上不去就不能下去 可是時間一天一天的過 老鼠在那邊咬 在那邊咬 可是因為有蜂蜜 他都忘記了 就張孔在那邊舔那個蜂蜜 享受那個蜂蜜 他都沒有想說 要怎麼想辦法趕快逃出去 這什麼都忘了 甚至風情飛來這人 他也在甜蜜的享受中忽略了 他後面會比喻 為什麼這麼比喻 他說 這是說眾生在生死跨年 由於業力感到五運生 五運生 枯藤是命根 老鼠咬的那枯藤是五場的輕兵 一息一息的過去 命根很快就會斷了 這個 這個屁 阿蘭經裡面的屁是說 他被五個人 拿著刀要殺他 五拔刀也 五個人拿著刀要殺他 那 這個 後面還有一個拼語 就是空生的拼語 好 那 所以 不論是秋井枯藤屬咬 都是拼語無常的苦婆 所以說首顧 秋井空俱若 首顧極無人 四蛇是四大 底下有四條蛇 就四大我們的地水火風 那 四大不合調 不調合 就會生病而致人於死 如毒蛇的傷人 動不動 哪裡不舒服 哪裡不舒服 心肝脾肺腎 五上六腹 哪裡不調合 不是生病 生病一不好就要死人了 然後 在意外也會死人 被車撞 掉到河裡 危機失事 有的沒有的 我有看過一個最離譜的 有些他自己也不死 就是他走路 走路經過一個地方 剛好一輛摩托車 還不是汽車 摩托車經過的時候爆胎 經過他走路 然後摩托車騎過 剛好經過他的時候爆胎 就被那個氣爆胎打死 這個很離譜 就這樣死了 上次不是很有名 有的人要自殺 底下有個賣肉粽的 底下那個人沒有死 剛好他在賣肉粽 就被邀請肉粽了 就死掉了 你看這個是 所以生死無產 就很難講 想死的沒有死 不想死的卻死了 有的人活得到最後自殺死了 有的人得了很重的病 他想辦法都要活下來 你看 有的人活得好好的也沒有病 可是他因為什麼時候不順 他就要自殺了 就要死了 有的人要尋死 有的人想辦法不要死 世界就是這樣 可是不管你怎麼樣想不死 你還是會死 所以他這裡講 四大不調耳 我們問題是 你四大不調耳 身體不順就會死 那麼如毒者的傷人 那蜂蜜如虎玉的快樂 甜嘛 甘嘛 有了這些快樂你就忘記了 人是一步一步進向死路的 如掃水於私有何樂 基本上是這樣的 在生死無常的苦魄中 享受些少的欲樂 便忘記了 不顧風情的來者 對於無欲的苦果也不管 生死的大苦 都不能使眾生謹潔 真是於吃極 你說那這跟法有什麼關係 有他在講現實 現實我們生命的無奈 苦魄跟愚痴 眾生的愚痴 生命有老病死這種現狀 佛法第一個苦極滅到 苦極就是講 在現實生命裡面 你有哪一些要解決的 你沒有發覺 我常常講 我們這個生命就兩個 生命中的悲哀老病死 生活中的無奈 願正為愛別人求不得 生命中無法避免的悲哀 老病死 每一個人都會老 會病會死 沒有誰不能 沒有誰可以免 沒有辦法避免 沒有辦法避免 你活再久也會死 所以給你活到三百歲 還是要死 你活到了一千歲也是要死 千年可以活一千歲 也是要死 那這個是無法避免的悲哀 還有生活裡面難以避免的痛苦 願正為愛別人求不得 有的人有 有的人沒有 大多數的人都有 你也沒辦法避免 願正為你不喜歡的人 偏偏跟你住在一起 總是有 你沒有辦法能容忍他的 你又必須要容忍他 你沒有辦法接受的 又必須要接受 願正為愛別人 總是有你最喜歡的 卻偏偏要跟你分離 求不得 你總是有一些不如人的 你又要不到的 你有健康卻沒有錢 有錢卻沒有健康 有錢有健康就沒有美滿的家庭 有漂亮的太太卻沒有孝順的兒子 有孝順的兒子卻沒有 卻沒有有情有益的兄弟 反正太多了 什麼都好 可是社會不好 國家不好 你又要逃難 太太又好又有錢 可是國家發生亂了 你又要逃難 反正這世上沒有什麼美好的 你又求不來 求不得苦 太多了 難以避免 生命中無法避免的悲哀 生活中難以避免的痛苦 你看 就是這樣啊 問題是那怎麼辦 宗教就提出各種不同的解決方式 所有的知識都在解決我們的問題 經濟 經濟學在解決經濟的問題 政治學在解決人與人之間 領導跟被領導的問題 工業 商業都在解決問題 科技也在解決問題 讓人可以更舒服更快樂 更少痛苦 達到更大的利益 所有的知識都在解決問題 可是解決不了問題 我前面已經講過了 解決不了問題 總是沒有辦法圓滿解決 佛法提出一個徹底的解決 他告訴你 現實生命有哪些痛苦 生命的悲哀在哪裡 生魔的無奈在哪裡 你要怎麼脫離這種痛苦 要怎麼解決這種痛苦 而且是徹底圓滿的解決 佛法再告訴你這次 所以 現在只是舉例 先舉例 我們現實生命是這樣的狀態 我們再看 所以他用兩個PE 空 第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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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井空聚落 現在前面講秋井 現在講空聚落 是空聚落 聚落就是城庄 一村一村 他說一個聚落一個聚落 有時候叫部落 部落聚落都是一樣 是無人的村庄 空聚落 所以說極無人 秋井空聚落 首故極無人 秋井 首故是那條神 極無人是空聚落 那是兩個 兩部經兩個屁育的結合 有人想逃避國王的罪法 路過一個無人的村庄 那他想住下來 過一宿再走 那虎長聽見有人跟他講 他說天人 你趕快走 這個有很多道解都經過這裡 很多道解經過這裡 那假設道解來了 遇見道解 那麼你就會被道解所殺 會上身失明 所以要趕快跑 所以要脫離 導致說這個是有人想脫離魔王的控制 魔 魔基本上是死魔 魔有四種 有四魔 煩惱魔 那五陰魔 五陰身心隨時會敗壞 煩惱魔 五陰魔 天子魔 死魔 這四種 那這裡的魔王 基本上就是死魔 那麼修學佛法 有的在六根門頭失敗 這個是煩惱魔 煩惱魔 那六根 六根是什麼 眼耳鼻者聲音 就是要先控制你六根 眼睛看到這個色 耳朵聽到這個聲 那麼不起不跟煩惱相遇 那我們不是嗎 我們眼睛看到好的 我們就看 看到不好的我們就撐 有的 我們就執著 沒有的 我們就想佔有 變成這樣 所以常常起煩惱招惡惡 所以六根門頭失敗 所以才會講 六根親近方圍大 要收射六根 紀念相親 其實就是這樣的 六根上修寫 空春如六根 六根是什麼 見魂覺知 眼耳鼻者聲音 對色身上位處罰 就是基礎說我們的感官 六根其實六種感官 心是一種 眼耳鼻者聲 就是我們 我們之所以有感受 眼睛看得到 這個是黃的紅的花大便 鼻子聞到 耳朵聽到 這個是讚嘆我的 這個是毀棒我的 然後身體感受到 這個是兩的 這個是熱的 這個是暖的 這個是硬的 眼耳鼻者聲音 舌頭殘道 這個是好吃的 這個是不好吃的 心裡面想到 眼耳鼻者聲音 一個色身相位處罰 這個六根六層 他說 空春像六根 六根見魂覺知 一般以為是內有自我 那麼而實在是沒有自我 無人 所以他才會講空春 然後空俱落即無人 那麼我們現在要先理解一個東西 佛法的核心 在講什麼 無我 原始無我 法 見原始即見法 見原始即見法 法 正法 法 法主要 主要 我們說法 說到法主要 主要有三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 佛所正的法 佛所正的法 佛正叫什麼 正到原始無我 所以見原始即見法 見佛之所見 正佛之所正 那麼誤入佛之之間 這個是法 這個叫真理 另外是佛所說法 佛說出來怎麼正真理的方法 怎麼修 怎麼修 戒定位 親近善事 如理思維 這些是法 這些是正真理的方法 叫做佛法 佛所說的法 這個也是法 第三個 一切現象 一切現象 都叫做法 叫做一切法 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 一切法 一切法 必定空 這一切法 這個也是法 這個色法 我現在講話 這個叫做聲音 這個也是色法 那麼 我心裡面講的 這個叫心法 心所法 這一切法 法 那我們這裡講的 這一些 那麼 見法 見就是真理 佛所 正的法 緣起 凡夫跟聖者的差別 在於 一個有見法 一個沒有見法 就是有肉跟無肉 無肉 就是無肉會見了真理 你有見到真理 你就是聖者 你沒有見到真理 你就算有五神通 你還是凡夫 你有見到真理 你就算是有煩惱 你也是聖者 聖者也有煩惱 出國才有貪生吃 二國才薄貪生吃 但是他已經看到目標了 他已經見元旗 他一定會解脫 那如果把息息都斷掉了 那就成果了 就前面說的 所以 凡夫跟聖者的差別 在於 有沒有見證到真理 菩薩叫做正無聲法我 神文叫做見法 那見法就是見元旗 法就是元旗 見到元旗法 那既就是無我 所以三果 三果斷生間 就是正無我 出果 出果斷生間正無我 那麼這個就是聖者 這個就是聖者 出得法生 是聖者 那沒有正無我以前 都是凡夫 所以解脫的關鍵是什麼 無我 生死如回的真解是什麼 有我 聖見 有我跟無我 是佛法跟其他宗教 一個很大的差別 那我們修行的佛法核心 就是為了要正無我 你一旦真的無我 你決定可以解脫 不再生死如回 最多七次 七次生死 你就一定可以得解脫 你如果沒有正無我 那就不只七次 七百萬次都有可能 那長久生死如回 所以法的核心在向解脫 我們說過法有三個趨向 向上 向上 向解脫 這很重要 他是有益有利的 他是不斷增上的 寫一天跟寫一年不一樣 有寫跟文要寫不一樣 但是最重要的是向解脫 他是法是沒有後遺症的 中邊皆田的 出善後善 中邊皆田 他是不斷提升的 可是問題是他可以向解脫 重點在這裡 佛法跟其他的世間法 跟其他的宗教最大的差別 不用生死人文 你說基督教信上定得永生 也不用生死人文 要 要 因為 因圓其法來講 有生必有死 沒有永生 只有無生 他不一樣 道教求長生 基督教講永生 佛法講無生 因為 披世間的理則來講 有生必有死 有生必有死 除非無生才不死 你已經進入生了 就一定要死 除非無生 那你生到上帝那邊 也還是要死 上帝都要死 上帝也有任期 只是他時間長而已 他活得比較長 好像是一節半的樣子 一節半 社界是從一節開始算 御界是從 五百歲 一千歲 幾百幾千歲算 我們不是 我們一百一面 但是他 他這個五百歲 人間一天他幾年 所以他大概是幾萬歲開始算 幾千歲開始算 御界一天大概是幾千歲開始算 幾千歲 所以 基督教講永生 永生不是真的永遠 是比較長而已 比較長而已 但是有生就一定有死 上帝都要死 上帝時間到也要 也要輪回 那在三界內 上帝還不是最高 上帝只是社界的第一天而已 射界有出產二產 三產四產 上帝只在射界出產而已 二產還有 三產還有 四產還有 這個是射界天 射界天上去還有 我們射界天 最高到分散會會長八萬大截 練得更長 那個壽命比上帝 不知道長幾百倍 幾萬倍 上帝才一截 一截半 多一點 一截 射界的天 你永生你是一截 因為你不是犯天王 你是一截 飛翔飛翔天 有多少截 八萬大截 大截喔 這給他一大截好了 八萬 八萬倍 八萬倍 也一樣要死啊 佛陀的那個老師 他就生到飛翔飛翔 八萬大截 現在還在 還在五四世界天 佛陀入面兩千年了 他還過不到百分百萬 過不到萬分之一 還沒有 還沒有 還要很久很久 但是也會輪迴啊 但是很長的時間 多多不苦就是啊 他在禪定裡面不苦啊 但是 你看 但是 但是很長啊 所以 就世間人來講 叫做有生 他其實沒有 但是 佛法講無生 因為有生必有死 存為無生才不是 那怎樣無生 你沒有 愛取有 無明 愛取有 有就有生 始終元起就是這樣 佛陀在普提樹下看見什麼 佛陀在普提樹下看見流星嗎 不是 他不是看見流星悟道 他是看見元起悟道的 悟什麼 悟了那個道理 悟了那個道理 怎麼道理 生死輪迴怎麼來的 怎麼解決 悟了這個道理 所以他說元起 元起有兩個 流轉跟環滅的 生死輪迴怎麼來的 要怎麼解決 可以不生死輪迴 他就只是悟這個道理而已 然後來跟我們講 告訴我們要累積什麼 要朝哪個方向 要怎麼做 那我們可以解脫輪迴 在沒有解脫輪迴之前 我們可以立於不敗之地 不剁三六道 那怎麼做 先講這個 所以他這裡講 他說六根實在 一般以為是內有自我 而實在是沒有自我可得 無我 所以修行不是為了見到真我 找到自我 不是啊 是為了見證無我 原來是修行 是為了找到真我 找到自我 那不對 那實在是無我 此無我的六根 觸對六成境界 引起有肉的六死 肉就是煩惱 煩惱相應的 就是無名相應 無名相應的六四 六四就是眼耳鼻則生 眼睛的分別 眼睛看到東西 耳鼻聽到聲音 心起分別 這樣的分別 是夾雜煩惱的 就是說有肉的六四 如盜賊 那盜賊是脫什麼 脫你的功德 你透過分別 你就起愛證 那你就損失你的親近 就不親近了 六四游利六根 那一般就是說 你六根面對境界 然後升起六四 所以叫做六四游利六根 不應該貪的起貪 不應該撐的起撐 種種煩惱 截躲功德無法財 起撐心就沒有慈悲的功德 魚吃就沒有智慧的功德 千貪就沒有布施的功德 你就這樣 那你布施了很多 結果你又起這個東西 起千貪了 你照顧那麼多病人 結果一下子對這個人 起千貪心 你不管對誰起千貪心 你的慈悲就潛水 因為慈悲的也是那個心 不慈悲的也是那個心 一樣 你保持了幾個小時 這個衣服都很乾淨 忽然之間一個不小心 吃個東西 把整個衣服都弄髒了 乾淨的也是那個衣服 你保持了一天 結果在最後的時候 不小心弄個醬油 這整個衣服都髒了 髒的就是那些衣服 心也是這樣 你一旦弄髒了 你這個衣服就不乾淨了 就沒有乾淨的功德了 一樣的道理 所以截躲功德法財 起了煩惱 就失去那個功德 有的還因此而墮落二道 墮三二道或是四二道 所以想處理三界的魔王統治 一般 那麼魔王是一界第六天 那有些是說色界最高的 那麼那一天那也是魔王 色就去天也是魔王 那無色界就沒有了 無色界沒有 沒有魔王這也是 他都在禪殿裡面 飛翔他沒有 沒有這個王 那這個三界的魔王 其實就是生死 我們說這個魔就是死魔 三界都有神死 都有如何 那修學佛法就不應該為六根手七荒 不要為他所騙 我們說為了滿足自己的感官刺激 所以就不斷的造作惡言 應該向前進行到達安全的境界 那這裡來講 那麼上面說起的逃難的 離開盜賊往來的空村 前進到國境邊緣為大河擋住了去路 而追捕的人卻快要追來 他說有一個人要逃 因為國王派兵要來殺他 派了五個拿刀的 五八刀的五運 要來殺他 他趕快逃 然後進到一個空村 想要休息下來 不可以休息 休息這裡面 盜賊都這邊經過 你沒有被光兵追殺 你會被盜賊看死 所以他趕快怎麼樣 趕快就跑 跑到 對岸有一個盜賊追不到 光兵也追不到 安穩的地方 可是 那條河很急 你沒有船怎麼辦 怎麼過這條河 生死大河 那怎麼過 我們來看 他說 這個時候他看見大河 又比他 不屬於國王的境界 有圓領流泉 真是安全又快樂 他就不顧一切 遊過大河 這才離了死亡的恐怖 真的可以休息 這個經典的P他是這樣說 導師有點簡略 他說他建造這個大河 他怎麼辦呢 他趕快去找樹木跟草 然後把他綁成一條船 然後用這個船收住 精進趕快滑 趕快滑 借著這個船 然後滑到對岸去 這個就是道 道 然後 導師是說自己遊過去 因為那個急很久 所以他用方法 方法就是道 所謂苦疾滅道 這個道就是我們在講法 真理跟正真理的方法 離苦跟離苦的方法 這個就是道 八正道 好 所以他這裡講 不顧一切 遊過大河 自己守足精進 要努力 要非常努力 那釋迦摩尼佛要入涅槃的最後一句話 大家要清靜 不要放鬆 就像這句話 交代了很多 交代了很多 最後要清靜 不要放鬆 就是要努力 你不努力 世間 你要成就世間的事業都要很努力 就是你除了照顧你的家庭 照顧你的身體 照顧你的事業 你要有一部分的心力 來照顧你未來的生死 要發一點心力來做這些事 不要不當一回事 因為時間很快就過 問題很快就來 真的 我們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大家都知道 我們一定會死 但是都不知道我們什麼時候會死 而且都感覺到 好像沒有那麼快死 所以都不去處理這種事 就好像我們知道 我們如果 我們如果吃不正常 飲食不正常 然後作息不正常 那麼有可能會生病 可是我們 我們就會覺得我身體很好 所以幾天幾夜不睡覺 年輕幾天幾夜不睡覺 只為了賺錢 只為了享樂 幾天幾夜不睡覺 都沒有關係 真生病了 那就不是那麼一回事 你也知道這樣會生病 但是好像覺得 我好像都不會生病一樣的 等到真正生病了 才在那邊愛怨 就沒有用 一樣 你不要覺得自己好像不會死 當然學佛不是天天都好像想著自己會死 不是喔 不是 這樣就很悲哀 佛法不是這樣 佛法不是很悲觀很消極的 而是很積極很樂觀的 也不是一直都很痛苦 而是很快樂的 但是快樂不是沒有危機意識 不是沒有危機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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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論者講 身與憂患 死與安樂 就是沒有危機意識 你要不要寧可絕景 要未雨綢繆 所以要有一些時間 讓自己的 讓自己提升 在生命上 要往前進是可以的 即使我現在一無所有 我還是有佛法 不會等到你一無所有的時候 就什麼都沒有 我現在在人生的幸福上 我還有擁有未來 向善 向善 向解脫的佛法 立自己於不敗之定 這個很重要 好 所以 那麼可以享受 到了涅槃彼岸 除了魔往進界 這個魔就是死魔 那麼可以享受 不生不滅的己滅樂 到那個時候就沒有輪迴 沒有輪迴 那我們現在是不得已 你想不死 不可能 你死了 你說我不要去做豬 你有豬的業 你就要做豬 你有牛的業 你就要做牛 我不要做鬼 你有鬼的業 你就要做鬼 不由得 你說不要 我不要生病 不生病不是你說的算 一樣啊 不死不是你說的算 不痛苦也不是你說的算 可是怎麼樣截止 就是把這樣的痛苦截斷 你要努力 你不努力做不到 所以他這裡講 那麼到達不生不滅的己滅呢 己滅就是什麼 己滅就是沒有煩惱的境界 沒有煩惱不會造約 沒有業不會生死 不會痛苦 到了大休息的境地 就涅槃 真正的休息 上面從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 說到涅槃境地 這叫做三法印 三大真理 所以我們說法是什麼 真理 那真理是緣起 緣起就是 蘇世間的真理是三法印 這要我們講到政見 後面還會講政見 法是緣起 那三法印 這裡講到三法印 三法印 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 涅槃境界 這個世間生命是無常的 從無常得到無我 諸法無我 一切法是無我的 由正得無我 依諸行無常 觀一切世間無常 那麼正得無我 由得到無我 而正得涅槃 涅槃境界 這是法的核心 三法印 現在要講法 涅槃境界就解脫 這個就解脫 這個是真理 正得這個真理 就趨向解脫 怎麼去正得這個真理 要了解諸行無常 生命 生命 無常 我們講過 這個世間 世間無常 無常 這個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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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土世間 我們已經說過 這個無常 基本上 從世間 國土世間 五印世間 身心 可以這麼說 世間 世間無常 國土為翠 這個世間 五印世間 就是身心 眾生 眾生世間 有情 叫做 有情世間 有六道 有情 有情 就是六道眾生 有情 就是六道生間 五印就是 身心五印 然後國土世間 有沉醋壞空 一般我們所感知的就是 這樣 看得到就是這樣 那 這個五印世間 有身住一面 無常 身心 身體跟心 都在身面身面 身住一面 就是有身有面 有情世間 有生老病死 國土世間 有沉醋壞空 這個都是無常 世間無常 就這樣 那你必須要了解到 看一切世間 圓生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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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圓生圓面裏面裏面 知道 有陰有緣世間 有陰有緣世間 然後正得無我 官無常 達到無我 從無我裏面 到達內 基本上這個是佛法的核心 然後重點在緣起 重點在緣起 所以從生面裏面 進到不生不面 那要做官 要觀察 要有肉灰 到無肉灰 無肉灰要有戒跟定 所以戒定灰 就叫做三無肉灰 然後趨向解脫 所以修行 基本上就是十個字 勤修戒定灰 洗滅貪生痴 就是十個字 好 所以他說從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 到達涅槃激進 這三法印是佛法的三大真理 而涅槃又是通過無常無我 而實現的 所以無我是生死 我 這裡無我 無我是解脫的關鍵生死 我是這個解脫的關鍵 解脫的關鍵生死的真解解脫的關鍵在於無我 生死的真解在於有我 為什麼會有生死 為什麼會有生死 真解 真解不是這個真 真死的真解 真是什麼血我忽然間忘記了 真 真解 忽然間忘記了 不是 幾慈死的真點 真解 算了 你們知道就好 生死的正經 他就在我跟無我 你正的無我 你正的無我 你就是可以解脫 你有我 你就是煩惱 生死 輪迴 那個真我不會寫 沒關係 真說的真好 你們有人會來寫一下 我忘記了 中國字 越想越不對 好 那這個 他說 一切聖者的就靜歸屬 這就是我們要歸於禮靜的法寶 所以佛法它的重點在無我 這個我們要確定 因為現在很多人講佛法 講到最後是有我和我 整個就是有我 可是有我不是解脫 不是真的佛教 佛教跟外道最大的差別 它就在有我跟無我 外道有些也講無我 但是外道的無我是斷滅的 斷滅的無我 這個又不是佛教 佛教的無我是緣起的無我 要知道 共產黨也講無我 要知道 因為沒有我 死了就什麼都沒有 共產黨也講無我 唯物論也講無我 但是那個是斷滅的無我 佛教不是 佛教是緣起的無我 這個要知道 好 這個會講到後面的時候會講 會特別怎麼樣 無我是指什麼 解脫是怎麼辦 講到三聖共法的時候去講這個 那個時候再來 再來好好把它弄清楚 這裡簡單是在講法 但是以這個為核心 解脫法 成果法都不離開無我 所以他講 這個是我們要歸於理性的法法 這個重點在這裡 那很多人其實不瞭解佛法的法質的是什麼 佛法的核心是什麼 很多人其實不瞭解 他認為就是 送地藏經 送普門經 送清剛經 這個就是佛法 打坐 持戒 這個就是佛法 是 這個只是 要正得佛法的方法之一而已 他不是佛法的核心 你要知道 這個沒有清楚 你學習佛法 很多都是明年悟悟 無理無讀 真的 所以 這是我們要歸於理性的法法 就是我們的方向 就是我們的目標 如世俗修習禪定的 也能處理一併的法法 欲 就是 基本上得禪定 他在社界 社界一定要處理慾界的方法 離慾 可是他離了慾 有離慾貪 他還有什麼 他有社貪不社貪 反正還有 還有社貪不社貪 他有禪定 他不貪武慾 慾就是武慾 社生相慰處 他不貪這個 他不貪吃 不貪睡 不貪玩 他這些都不貪 不貪財不貪色 但是他貪什麼 貪定 定樂 極盡樂 色貪不色貪 一量貪 所以 還是有煩惱 但是出的煩惱他沒有了 離慾 三聖聖者由慧而得涅槃 才究竟離慾 所以 慈戒修定的都離一部分的慾 慈戒要少慰之主 定要離慾 但是 他有些只是扶助 像到無色間 根本就不起慾心 整個扶助都沒有斷掉 等到他從無色間下來 一樣開始 就開始 就從頭來 就好像你睡覺的時候 睡覺的時候也不起貪 如果有夢的時候 夢中也會起貪 醒來開始又貪 睡著的時候 誰對你不好 你也撐心也沒有 一起來了撐心就起來了 小時候也沒有預貪 長大了開始起預貪 就這樣 扶助而已 沒有 時間大了 英年大了 煩惱就起來了 沒有斷掉 沒有斷掉 不是辦法 那正的阿羅漢 就禁淋獄 正出國 已經趨向解脫了 一定會解脫 一定會得救禁 所以法很重要 你沒有法 你的修行 都不是佛教的修行 你慈戒 持得很嚴格 修定 修得很好 你都在生死之中 你如果有佛法 正知正見 你就算沒有定 還有貪生吃 你一樣是向解脫的 這不一樣 有的人 你看外道有些有神通 慈戒修定有神通 武通 武通 武通一樣在生死 為什麼 只有一個不通 道母不通 他就要生死 出國的很多都在家去吃 有先生 有太太 有小孩 有貪生吃 可是 只是因為他有證見 道理通 決定會出生死 你看 差別在這裡 所以證見很重要 佛法很重要 這個佛法不是你送經送一送 就佛法 沒有 他要告訴你道理 你道理必須要知道 你不知道 你要用功修行 就好像你吃很多 結果你不會煮 那個都爛掉 沒有營養 而且有些還有讀書 跟麻煩 你吃了很多是沒有錯 可是沒有吸收到營養 沒有用 那三聖聖者 三聖是哪三聖 僧文 元卷 菩薩 那 這個三聖 這些僧文元卷 這些都是由智慧而得念 而且這個慧 那個五若慧 基本上就是證得無我的智慧 所以出國斷身間 身間怎麼來 離戒進去 跟有 戒進去就是錯誤的修行觀念 修行方法 四弟斷移 移就是對於佛法 沒有法 就是對四弟的道理非常清楚 你對佛法修行的道理非常清楚 沒有錯誤的修行方法 你有政見 你就可以 以有肉的政見 趨向無肉的慧 有肉慧引發無肉慧 有肉慧趨向無肉慧 再由定引發無肉慧 然後你就可以斷身間得解脫 你一旦斷了身間 最多七次 而且在這七次裡面 不會多三二道 絕對不會多三二道 你一定可以趨向解脫 不生不死 一定可以 那你說很難嗎 只要用功就不難 天下無難事 只怕有心了 你有心要修行就不難 那麼 所以我們要知道 這個才是究竟禮遇 才究竟離身時 在一切禮遇中 涅板為罪尊最深 所以說禮遇尊 所有的佛法都趨向解脫 最重要法是向解脫 向解脫 跟一般 只是到上帝那裡 只是到神那裡 只是到天那裡 只是要得盛世的福貴 盛世的幸福不一樣 不一樣 只是要神保佑我們不一樣 這個觀念不一樣 佛法的法是向解脫 後面還會講到法的功德 好 因為時間到 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大家合掌合相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臣佛大 皆共臣佛大